哈喽,大家好,且看到前方的鸡飞狗跳,原来是你的大收割驾到 那么前面发了恶棍和AA-12的这种现弹枪视频啊 当时有跟大家讲过 我觉得Safe里面综合性能最高和最好用的喷子就是SPAS-12 然后大家都高喊着来一起来一起啊 只不过嘛,最近大家这个发财的小手不行动起来了 点赞都不给力了,我也有点没力气了 来,大家先给视频点个赞,为下一期的视频注注信如何呢 想看什么视频,你尽管留言啊 那么这个枪的优点呢,前两期视频我已经说的够多了 我这期视频就不再给你们重复了 总之拿起来就一个字,杀起来 哦,三个字啊 那么这把枪的皮肤呢,也有很多啊 之前我对这把枪呢,是完全没有什么感觉的 后来我被这把枪完全征服啊 是因为在早两年我打这个枪王之王局的时候 被一个主播用这个枪吊打过 后来我也去用这把枪啊,打不过就加入嘛 用起来,呜呜,感觉真的很好用啊 那么如今这个SPAS-12雷电核心的这个 首发重弹头卡顿也修复了 用起来真的是爽到极点啊 当然了,在你们的眼里 喷子始终只适合于近战 但在我的眼里呢,他就是不带镜子的大炮 所以我也经常拿这把枪冲那种远距离对枪的大刀 只不过呢,每次打完我都能得到一大堆的助攻啊 好了啊,那么总之相对于前两期视频的线烂枪 我手里的这把才是真正好用到离谱的喷子之王 且看我暴走起来吧 注意看这把,开局我就化身成田狗 跟着穿超短裙的灵妇妹妹往壁走 我是一路尾随她,跟着她的行径路线 生怕跟丢了,但来到了闭门她就不敢冲了 这正是我表现的好机会 妹妹看好,只见我冲进了闭门 直接跳喷带走一个 然后一迅雷不及也要下载之时换好子弹 直接追杀淘宝的巨手 一枪跳喷,穿枪打中 赤裳过程中以轻喷完整击杀 心中有人则有人 这时候剩下敌人肯定全部拿击 蹲在A大坑了 于是我连跳上枪 跳喷命中一枪 然后马上撞好中弹头 追出去又一击跳喷 直换弹那边是也有道零欺骗自己 那不行 所以直接轻喷连击 带走近脸 狙击手之后呢 换上中弹头跳起来 直接喷出最后一发子弹 unbreakable 然后换好子弹 此时A大烟雾环绕 A连接的敌人被熏得露出了咳嗽声 惨被我提前枪中弹头 一发带走满心连杀 鼓掌 嘿嘿嘿 然后画面一转地图 来到了黑色城镇 这把开局枪小道 扔出金色的闪光弹 亮出我土耳的身份 然后一路跳杆侦查 通过窗口缝隙 抗到45度下狙击手 闪身打出提前枪 命中一发 马上装好重弹头之后 走位欺骗 再闪身喷出一枪 枪响人带走 这个时候按死W往前抽 因为兔花员的狙击手 马上要不位了 单A拐的敌人 已经回头再架我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一个秒纳的反应 到底有多快 只见我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 一枪又一个 他们是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 就全部交代再来一拐 可真是太惨了 这把攻守护换 勇者就是按住W不松手 谁先松手 谁是狗 这有人啊 我们等会再按W 先给个闪光弹 逼一下他们的走位 然后迅速抢下B枪的跳点 接触这个点位 我们能无限迂回 敌人不想跟我对枪 那么想拖到队友过来 加击我是不是 那我就主动出击 空中喷出一枪 清除一个方向的威胁之后 回过头来 等一下有没有人再过来找我 结果看到了 A小道的狙击手 赛斯哥啊 这个赛斯哥有点厉害 在我跟他斗志斗友的过程中呢 我的队友已经全部倒下了 那么老那掐子一算 压家的队友会先过来 于是乎我掉转枪头 蹲守后花园来人啊 直接送盆带走 然后马上挑抗左侧 暂时没有威胁 拿出信息之后 马上回头一发带走的中路 冲过来补枪的敌人 然后马上又过来 心里避水的阴点 思路清晰的 把多打扫的残局 扭转成了EVE 最后一个敌人 就是小道的赛斯哥了吧 我先到这个头皮 为尝试和他对一枪 发现互相都不太好打 那么我就多开几枪 给他一种 我是个非要跟他对枪 拼个你死我活的这种错觉 然后我马上去逼一点放包 这个时候我一放完包 他肯定想抓我下完包 选位的时间差跑过来 可惜我在你的心里 装了窃听器啊 放几枪来庆祝自己 打赢这个残局 那么在大家的认知里呢 喷子都是走小路的 拿喷子不太适合于走大道 但是我觉得 只要你够准 够勇 在大多时候 敌人都想不到 你会拿喷子走大道 然后你再准一点 把喷子的这个微迫感 发挥到极致 一般的敌人呢 他拿狙击枪和步枪 他看到你他就会跑 你信不信 不信的话来看这把 这把我们A大干拉 广告牌啊 看一下有没有人对枪 你看重喷一枪 然后空中又一枪啊 第二个人想出来补枪 我直接就跟他穿枪啊 把压迫感发挥到极致 直接穿他 你看他被我打的 一直在往后退啊 然后又想 哎不对啊 他喷子我为什么要怕 然后又出来对枪 然后又被我穿残 然后过来又补一枪 你看 把压迫感发挥到极致啊 不过可惜这里队友又全部交代了 我太难了 打个野战都是队友一直倒一直倒啊 然后这个时候乘胜追击来 A狗先喷一个啊 然后一边换弹 一边退回A包点 算时间这个时候 后路应该要到了 只是小道来人的几率最大 架一会算下时间扎 看一眼A大 然后又回来架一回小道 然后再拉桥下 哎 看到人了一枪带走 这个时候A大只要不来人 我们这个长局基本上就有了 因为必定会有一个人走小道 或者A狗 马上就会跳出来补枪啊 但是可惜A大把我补掉了啊 那么像穿越火线这个游戏的话 拿喷子走大道 也不是不能打 只要大家掌握好对枪的技巧 比如说闪身呀 提前枪呀 把自己的这个移动速度给他掌握好 你的敌人呢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打中你 然后你再一个点一个点的去排 玩喷子最重要的就是要跑起来打 这个游戏很多人都快玩烂了 太多年了 大家自己在玩Safe的时候呢 也不要老是永远都是往一个角落一藏 然后一直在那等着赢人 那么这种玩法的话 在Safe里面是很容易爱最毒的打的 那么除非你会玩什么喷涂啊 卡视角啊什么的 那么Safe这个游戏的话 就是掌握基础的对枪技巧 然后嗷嗷冲 嗷嗷找人对枪啊 干就完事了啊 只要你不是去打什么比赛啊 或者说啊 那种圣局不是特别在乎的那种 不是特别重要的那种 娱乐的话是足够了 然后我现在发的Safe视频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娱乐极景 有的网友每天看我的视频 但好像都没有听进去我说过的话 每次依旧对我要求很高啊 但有的网友呢 却永远都是一副新手一样 因为每天给我发私信的网友呢 有不少啊 都是让我出这个Safe的教学的 我在这个视频开一个这个弹幕投票吧 我是一直觉得Safe没什么新手了 但如果大家真的有那么多人需要教学的话 我后面就给大家出一些这个Safe的技巧教学吧 那么设计游戏的话枪法问题是永远教不了的 只能自己练 你比如说生法呀 按键呀 走位思路道具啊 游戏规律等等等等那些技巧啊 那那确实可以教 好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了啊 不要忘记三连啊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当然还是要低声音场啊 我不低头音场 我低声音场 你们不要再跑了啊 那么大家平常有需要Safe的日常活动任务 带打带坐啊 带领啊 带双猫猫手套啊 新生觉醒 黑不思觉醒等等等等的 Safe业务的都可以加视频 左下角我的微信 请售局123来联系我们啊 全区大量收Safe点 想卖Safe点的也可以来找我们啊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